文贵报 平安直播 尊敬的战友们好 这是9月5号 文贵报平安直播 现在是纽约时间 上午11点 哇塞 郭媒体这边 直接就上了这么多人 天呐 看来郭媒体的视频效果比较好 路德先生 小哥 如果你们在直播 拜托你们转郭媒体 郭媒体比较好看 头两天那是小哥 把我转的那个样子 那黑不溜秋的 真够难看 你看人家路德先生 你看人家路德先生 给我转的多好看 是不是 这个小哥是该打屁股了 你藏痘痘呗就藏嘛 你这还要么话你郭叔 这个不像话 叫郭叔好 777 妥妥的 92 317 598 Great 98 终于赶上了 好好好 哈曼子姑哈曼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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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人民来了 广东人民辛苦了 广东人民辛苦了 TDT 好 TET 赶上了 赶上了 战神战报 你好 Noha好 这些罗子一族啊 还有这些伟类们 这帮人撒谎啊 都不在打眼睛 都不在打牙狗的 跟那个黄河边是一个德行的 还有韦石息怒 头两天 头两天我去直播的时候 我跟旁边说话 我跟旁边说话 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呢 他们就说了 你看 郭文贵造假了 旁边根本就没人 那眼睛上都看出来了 眼睛都看出来了 然后呢 在那边自说自话 你说这王八蛋也多烂啊 我旁边看看 我的手机是什么机子啊 我让你看看啊 我说爱用眼镜看嘛 我用眼镜给你看看 你看我的眼镜这是什么 看明白了吗 我这个架子上 可以放两个三个四个手机 谁教我的呢 小哥教的我 叫我把我的助理骂一阵 我说你小哥发了这么一个哼架子 可以放几个 同时可以背录 我们那天是试着一个 以色列刚刚提供的 就不用加 不用加那么多防弹软件 就是防毒软件 防骇客的 试一试 郭媒体其实叫做 加密式传输 我是在那个手机旁边挂了个这么个东西 给他们来说 我能看到信息 结果你从眼镜上说 我的眼镜看了根本没人 从我开始爆料到现在啊 有几个共同点 我这一戴眼镜 从郭文贵的眼镜里看到了什么 你说这个不要脸的 这帮骡子类啊 还有这帮尾类啊 就是天天伸着舌头在我缸门上 找甜的吃 天天在我的缸门后边站着吃 伸着舌头 你说这帮东西 瞪眼撒谎 瞪眼撒谎 过去一年半两年了 把你们所有的 攻击过文贵的啊 共产党让你们攻击文贵的 所有的事都拿出来啊 看一看你们攻击我的有一件事 有一件事是真的吗 就这也敢胡来啊 所以现在呢 我这是同时在直播啊 同时直播 哎呀 真好 我现在已经上了瘾了 不直播不行了 不跟战友聊天有病了 穆兰好 七个岛上好 这是穆兰 啊 二零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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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 啊 好 我都喜欢卡通 谢谢谢谢啊 所以说那些罗子一族啊 伟论们 天天在跟着我的缸门后边 在那会儿找甜的吃 能找到甜的吗 找不找 如果你要能用点智商 你能找出毛病来 我也扶你 我也向你学习 烂得要死 啊 这个 先给大家报告 两三个不好的消息啊 这个头两天啊 我去林肯中心 去看了 Alex Center 我最喜欢的啊 这个 我们基金啊 这个在他对面的厅 David那个厅 Alex的厅 我们用过多次 也是老熟人了 我们去了 Alex的厅 说建议这个 然后VIP厅 地下三层停车场 有通道 音响啥都有 我们的律师说呀 郭先生 这地方有这样那样的好处 但有一样不好 他说什么呢 陈锋的哥哥 陈锋军 是这里的董事 据他们所了解 说林肯中心的赞助者 很多来自海航 包括国内的 几个大企业 我说什么意思啊 林肯中心也被蓝金王了 他说很有可能 你只要一说出来 就跟你block掉了 我说你要说这个 他本来要签合同了 我说你别签了 我去看一圈去 我要一身来证明 林肯中心有没有蓝金王 我让你们美国人看一看 所以那天 我就短短短的就去了 去了以后 人家我看了三个区域 一个区域是什么呢 林肯中心 靠近Time Warner的边上 这条路上的 有一个 有个大坪的 容纳二三百人的 那个地方 随时可以用 我说这不用 然后呢 另外一个区域 就是在这个 Alex 中心的顶上 有一个区 能不能用 不用 然后看了 艾斯克听 哎呀我这个好 然后呢 我说我现在 开始录一个短相 我就录了个短相 律师说你要干嘛 你要公布出去 我对呀 我要公布出去 和你为什么公布 我说你就不懂了 郭文贵的爆料 叫智慧爆料 不是鲁莽爆料 我说我们的爆料里面 有战略 有战术 更重要的事件 我们有宗教般的信仰 我们对这个事情 有超级的敏感度 我说我能 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我这个地点 已经给了我们财富了 我说我能感受到 这场新闻发布会 将因此发生了点什么 我说 推出去 给我照片 我到哪不是随便照照片的 啪就照了 也录了 回到办公室 我就发出去了 发出去了 当时 既然我们这个女孩 会讲一点广东话 你们可能听到背景音了 但是不会讲普通话 很好 还怀着运 大肚子 然后我们看 然后啥都说完了 我说你都讲完了 都确定没问题了 合同也拿来了 我说好 把合同发给他们 我们有两个要求 第一告诉他 郭文贵在这举行 王剑被杀 全球新闻发布会 将有多少个记者来 然后会发生什么呢 中国共产党 还有驻外使馆 还有你们的董事 将对你们施压 而且 不但对你们施压 对你们会威胁 随时我们就把这封信 这封信随时发给了 现在相关部门正在调查 美国被黑客 被威胁 被蓝鸡黄的某个小组 马上发出去 发出去以后 大家知道网络上你们 咱们战友们给炒爆了 哇 林肯中心 还有一些背景啊 以后再说 然后 我给大家说的事情 很有意思 发生了什么事呢 林肯中心 因为是星期五 星期六 人家休息 星期一人节假日 昨天就给来说了 说对不起啊 我们这个 不能接受你在这块 开这个新闻发布会了 这个合同得取消 还没签的嘛 原因 到明年二月份以前 全都满了 全都满了 然后我们律师就很好 说我们可以警告你 我们现在在录音 那我们问你 我们去看的时候 我们就看了几次 你为什么推荐这个 为什么给我们合同 为什么给我们介绍这个 我们都是 我们也到了现场 对方傻眼了 说对不起 我们错了 说你错了 错了是要付代价的 把这个政权取完了 我大家现在觉得 郭先生你太厉害了 我什么也没给他们说 给他们说他们外国人 他们听不懂 我说我跟你们做了一次 很好的样板 证明了 中共蓝金黄在美国的力量 不仅是哈德顺这个研究所 也不仅是能駭客你 这个那个 我的律师事务所 Clock Hill Clock Hill 不是仅仅这个 也不是能控制我的Lady May 也不仅仅能控制你马航370 也不仅仅是能蓝金黄这些人 包括我当时去的翻译 都被威胁的不准讲话 绝不那么简单 我让你们我亲身证明给你们看 林肯中心 美国人的艺术天堂 你们引以为傲的 一样蓝金黄 我说一个屁也给你崩倒了 我说陈国庆就做到了 战友们想想 这个比文贵爆料 爆陈国庆和陈峰的料 对美国人的刺激那有多严重 美国人受得了吗 所有的团队除了我 都是中国人 这时候我们助理Carrie 来凑热闹了 凑啥热闹 战友们想想 关于Carrie的故事 发生什么呢 Carrie呢 我们都是每人三个手机 公司手机 个人手机 还有一个我们叫周 每周用 每周用的手机 这个每周完就扔了 就砸掉了 就是就是 某一个项目 比如说我们这个新发布会 就这个项目 羡慕完了可能是一周两周就扔掉了 这Carrie呢 手机一离开我 哎就联络不上 就联络不上 我很生气 我那天我就说 我说 我什么都可以记住 我最讨厌人家骗我 撒谎 我说我在中国这个 一个最大的流氓集团 骗子集团 乌托邦集团 共产党那里 活得上大 我最恨撒谎 我说我们周围的中国华人里边 就成了华人的代言词 就叫海外民类 违运 骗捐词 我最恨这个 前提是不能撒谎 我说你这么离开 我就这个 连着不上呢 他几次对眼泪 他说我真不是 但这孩子不说 发生什么事了 昨天我开会的时候 他进来了 他说郭先生 你说我什么都可以 你不能说我撒谎 他说我也恨撒谎 我在中国学了几年 我在中国学了几年 我看到我们的学校 都在撒谎 每个人都教我 怎么撒谎 怎么护诺别人 他说让我填资料 都让我撒谎 而且某某领导人 还去他学校去过 去他学校去过 去他怎么说怎么弄 也要撒谎 演戏 领导怎么问怎么撒谎 说我讨厌撒谎 他说我跟你说 发生什么事情 他说我们家最近的一个月内 他丈夫的手机 突然间放音乐 家里的MP3突然放音乐 苹果电脑被黑黑掉 打不开机 他远在欧洲的爸爸 也接来了中国电话 问候 还是女士 然后他的其他手机 就是接受了大量的威胁的信息 这就是他傻 你给公司说呀 说你给他这么大的保安藏 他不说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提前讲呢 他说我讲 他说造成大家很恐惧 还有一个我不想给大家添麻烦 但是昨天把这事呢 跟这个律师 团队 这一取证 和相关部门 这一下起了活了 我说你看看啊 我问您看看 这可不是我安排的啊 我的员工受到了这样的威胁 林肯中心受到了这样的威胁 取消 可不是我郭文贵 说了什么谎话 造了什么谎 这都你们美国人 都清楚了 所以战友们 千万记住 这场爆料革命 除了最根本的勇气 和牺牲精神之外 还要有智慧 谁说的 说点有实质性的 别讲故事 去你大爷的吧 你滚你家 滚你老子那呆着去吧 你 我每句话都是有实作用的 这 相一边歇着去你 所以说 这个整个的 咱们这个爆料当中 关键的这 看到没有 这就是关键点 就是蓝金黄到了什么程度 林肯中心被威胁 这对美国人是接受不了的 就林肯中心 必须听盗国贼的 不用我说 未来 在很多资料中都会体现出来 但是我想告诉战友们 文贵有那么笨吗 我想去林肯中心搞新闻发布会 我想在那发生 我会推出那么早吗 我会推出那么早吗 我想告诉大家的事情 我向你们承诺 记住郭文贵说的话 很快你们会 深陷阳谷县大县 文贵过去的说话 有什么没做到的 我告诉大家 我们去的开的新闻发布会的地方 如果不比林肯中心好十倍 郭文贵就吃十长大的 记住我记得说话 我要不比他好十倍 我都吃十长大的 不但如此 这个地方 绝不是谁都能去的 而且川普总统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活动 他有多个活动在那 一个最重要的活动就在这个地方举行的 我就在那开 到时候你们会知道的 会知道的 所以说战友们 我们不能图一石之快 而失去了我们的战术和战略的 这个叫冷静性 要hold住咱 这就是斗智斗勇啊 斗智斗勇啊 你们会无法想象的地方 因为中国人不太了解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一旦你们知道了 你查它历史就知道 这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我们在 我去林肯中心之前 我说过 有四家本来另外两家不敢接 后来主动要接 他们受过威胁 然后这一家 我们给他说清楚 我说前提是什么 你先看我这张纸 我是谁 我是郭文贵 我会干啥 新闻发布会 我会用啥 他那个大LED 我说不行 你得重新做 他们非常专业 他们有专业的LED公司给他们做 然后说全做 我全墙都是LED 然后说 如果你敢给我停了 我说你给我巨额赔偿 最后人家董事会研究完 同意 我们摆着确定完了再去 我本来是三个会场 三个会场 所有都通出去 三个会场 我们分三不来 你能把三个都黑了吗 三个都黑了 全世界大事 是不是 我们三个会场 我们三个会场 相隔不差一千五百米 对不对 然后班农同志主持 你把班农再给灭了 还有个比班农还牛的 你来主持 你能把他给灭了 那总啊 那本身就比爆料重要了 战友们 跟这些人斗争 千万记住 这是要有智慧的 我再跟你们讲个 第二个不好消息 我说头两天 我真的是心情太不好 因为一个是我哥哥的事情 身体极差 就快没命了 各种这种压力 战友们 你们闭上眼睛想想 如果你的家人 被你这样说 你什么感受 人之常情 另外一个头两天啊 这个我母亲 这个十几天前住院 我根本不知道 她没跟我说 把我母亲给送医院去 结果这个时候 因为我跟她就没联系嘛 他们就不 完全不按我原来 我们家原来 所有看病 全在协和 他们把我母亲 给送到了中日友好医院 国际部 老太太是发烧 结果进去后呢 她说是喂她 看了五六天才发现 是老太太废的事 结果肺的事就开始来治肺 老太太回来的时候 体重长了将近3.5公斤 那脸都胖起来了 然后脖子老歪着 记忆力大减 而且这帮王八蛋 这假医生 混蛋到什么程度 收那么多的钱 看完病 说我母亲年龄大了 小脑萎缩 所以记忆力减退 我绝对不相信 我说这不对的 她说因为我母亲天天哭 老惦记我五个六个呀 哭啊 所以老人家哭的问题 后来马上我说 你们赶快去找人去看去 一机会找人家医生 去了协和 去了301 去了北京医院 全看完 所以说 小脑一点问题没有 吃药吃错了 给了七种药 这药里面有问题 你说中国的医疗咋办呢 战友们 你说中国的老百姓 有多可疗 我娘你说 老太太这样 就能弄这样的情况 但是你说我心里能难 能好受吗 战友们 我特别难受 这个就在 我大概有 几个月没过我母亲视频 那天视频那一次 就在视频当中 我母亲就大小便失禁 而且当儿子的这种心情 战友们你们是没法形容的 对于我来讲 我母亲就是我的天 我一直到现在我就认为 就是我母亲在这世界上 我活着有意思 我母亲不在 我最后就活不了了 我爹为这事老不高兴 老说那我呢 我说我没这感觉 我不能骗我爹啊 从来如此 所以你看我什么感受 然后我太太呢 因为从小14岁到我家 跟我这哥哥嫂子一起长大 你说我五嫂子 我六嫂子 现在精神崩溃了 你说五哥六哥 现在天天树上 一会自杀了 一会不行了 给她说 一开始瞒着我 现在是受不了了 你开始给我急 那你这件事情 放给任何人一家人身上 什么感受 你看看我们海外民主民运的人士 六四的时候 就因为他上户街 三十年募捐 天天到今天你说鼻涕一把泪一把 他们干过啥说过啥 再看看我们今天出来所谓的律师 民主民运人士 就因为共产党所谓的冤枉了你 你就成了世界的英雄 你就成了世界的英雄 就要打官司也募捐 啥都募捐 你都说夏夜连都不要脸 你的房子做RBNB对外出租 你儿子做房地产的 你还存到大量的现金 几百万美元 就这打官司也募捐 高冰淳打官司也募捐 这个袁建民也要募捐 刚才我没发啊 袁建民 袁建民我一会儿可以发你的信息啊 然后你去想想这些人 你再看看郭文贵做出在牺牲我的员工 大家想过没有 那个王八蛋在这个推特上说 郭文贵去年9月2号就拿家人出来怎么着 你个王八蛋长长良心 去年9月2号是我家人被判的第一回 去年7月份开庭9月份被判一回 7月份被判一回 今年又是7月份开庭又是9月份被判一回 我们家被抓了三次判了三次就是一大部分人 他们招谁惹谁了 招谁惹谁了 你们这种人你这种良心也坏 你们连畜生都不配 你们谁拿着你老母亲当人质了老父亲 八九十岁的老父亲 谁放弃了你们上千亿的物质生活了 谁一天能损失八千万薪金 我随时可以放弃 我随时可以放弃 我郭文贵杀杀杀的时候 我可以不分妥协的时候 你们骂我说我要背叛了 你们良心何在啊 你这些伟类们 上天如果有一点真理都天打五雷红 你们全家 我一个为中国的法治自由民主做出这样选择的人 我分文中中可以做交易 你们这么说我们 坏不坏良心 结果我的老师 我在国内的三大老家 都说文贵我们都上媒体 你看有几个多少人骂你啊 人家说你这说你哪 值得吗 值得吗 有必要吗 这话一般人都重信的 这也是共产党厉害的 能让你能让这些伟类们把你骂到 都让你觉得怀疑这个国家 怀疑这个民族 怀疑自己的做的事情是否是正确 厉害 中国在近战史上要有一个人 你查查历史像郭文贵这样 可以有选择的 完全的 分分钟钟可以放弃的 但是又做出这样牺牲的 我太太从国内北京来的时候 我都快不认识了 那真是我儿子说句话 我太太你身上冒黑烟 就整个人瘦的又黑又瘦 完全不是我太太的 我女儿呢就 你想想一个小孩子被抓起来 两次被抓什么感觉 我的哥哥都是一头白 说全是一头白发 都是两进攻三进攻 你们这帮坏良心的五毛畜生们 你看看我家人是几次被抓进去 几次放出来的 你们想想去年这时候我家人干什么怎么样 你们这些王八蛋你们想想 是谁真正的付出钱 你告诉我海外任何一个人 为民主民运付回一百万美元的 告诉我 哪个不是一辈子靠募捐活着的 就这些人敢这么说 你们有愿意的揭发出陈国庆这样的事情 让美国人高度重视 我们开完会 人家拿的东西走 郭先生这是跟你没关系 这是我们美国人的事 马上走 那种愤怒 那是你能钱能买得了的吗 是你那些民主迷运那些伟类们 天天到中国政治评说 天天长着个破嘴的乱讲的吗 你们这些坏良心的东西 这个高冰臣 咱刚才我发催出去了 我们有个调查团队 到了长州去调查他 他这个人简直就烂到了不能行了 我就简单说 高冰臣跟他前妻叫李锦 这李锦是他前妻 高冰臣我现在说你记住话 你可以来告我 你不告我这事来都是法庭的说 高冰臣姓无能 姓无能啊 这小子姓无能呢 他还很变态 他呢就拉着他老婆 老跟他领导去吃饭 拉着拉着他 那他老婆后来就发现不对劲了 怎么办啊 这小子有意想把他老婆推给他领导 因为他领导还真不动他老婆 但因为这个他老婆是看清楚了高冰臣 后来他老婆就做那个广告生意 他老婆就聪明了 理解 人家跟他离婚 人就是 在没离婚以前 就在外面就有男朋友 很开放个人 后来聪明跟他离婚 离婚以后干嘛 专门找他男朋友 找他认识的朋友睡觉 生了一个孩子叫做 你说这个高冰臣名字咋叫 高高啊 很高的一个冰 冰上面有臣 你说这能好了吗 这能不 这能变态吗这不是高冰臣 女儿叫高出寒 高出很寒冷 这是心理变态 你知道吗 所以他老婆也到了加拿大 人家跟他离婚 但是离婚这小子 骗他老婆 现在我会告诉你 理解 我昨天是我给你打了电话 打了两次 我和我的律师 您电话没接 您那个未接电话就是我的 您方便给我回电话 我们的律师要去找你 因为有些事情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合作 你不愿意 我又不打扰你 因为高冰臣 卖掉他那个房子的时候 83万人民币 他换了14万美元 这钱他既没给他大老婆说 他也没给他现在的二老婆说 高冰臣一直很穷 给女儿的抚养费 100万 100块加币 每月100块 经常还不付 这是给前妻的 但人家前妻到了加拿大以后 照样 也是经常有新门朋友 人家做广告生意 还做地产生意 做得挺好 高冰臣呢 有一次去亚洲去 大家知道就是 2009年 要所谓的机票索赔费 2008年没让他入境 跟这个国安 公安 就彻底地合作了 他拿了人家钱 回来以后呢 答应好 答应说好的 把加拿大的一些民主 民运人士的资料 和活动 报告给昌州国安 但他没报 人家不愿意找他了 找完之后 他开始合作了 人家给了他2万 后来就给的更多了 在他回来的路途当中 坐了一次飞机 认识了一个现在的郑女士 这位郑女士呢 是在日本的一个博士生 她的丈夫在日本被抓判刑了 她很郁闷 出来散心 在飞机上认识了高冰臣 就是黄河边 黄河边 忽悠人家说她是硕士 文学硕士 然后呢 就给人家骗到手了 扮强奸状态给弄到手了 到了加拿大 现在通缉状态 她第二个女孩叫高处媛 第二个女孩叫高处媛 高处媛 我刚才已经贴出去了 她前妻的电话 前妻的身份 她现在她的母亲 在医院还是国安照顾 她父亲也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国安照顾 她的爷爷 原来是看到她和她爸爸被抓起来 给气死了 这小子是任贼做父了 任贼做父了 那么现在这个妻子呢 跟她要分手 但是最近经济条件有改变 头两天据朋友说啊 这家伙很有意思 最近条件有改变了 拿了一千家园 高冰臣 我说对不对啊 在法庭上去 去送给她前妻 她前妻很惊讶 哎呀这家伙说 今天条件好了 但是前妻很牛 不要 没要 大女儿没要 一千家园 我要告诉你 黄河边 我要告诉你老婆 你的账上的五十四万美元 从来你就是 没让你老婆知道的 你没让你老婆知道 所以说 你看高冰臣这 他有五十多万美元 给他老婆送了一千家园 就这么的老婆感动了 一塌糊涂 跟大女儿 你说能对自己的前妻 和女人这样的人 我发现这些伪类 和民主民运人士 最大的共同点 骗捐募捐自私 满嘴谎吧 永远不会分享钱 幸福快乐物质 永远不会 就像那个李洪宽一样 传染完性病 招完婚 骗完捐 就连那个茄子都不想人家吃 人家给他几十万美元 买了个车买了房子 就把那个女孩玩人家 天天玩变态 然后这高冰晨这小子玩变态 你性无功能呗 还想把老婆拿着 拿着拉关系 然后在现在 在杭州 这小子 用两三个账号 其中一个账号 大家我已经供出去了 在那块收钱 就现在 大家要记住 从过去砸锅是买卖 砸锅是赚钱 现在到了什么 挺锅能赚钱 为啥挺锅能赚钱呢 现在很多挺锅的赚大钱 比如说 这个郭宝胜 就到了加拿大那块 弄了几十万美元 买了房子 还有这个民主人士 因为挺锅 别人默默的支持 拿了一百多万美元 还有另外一个挺锅的 从香港 拿了三百多万港币 就挺锅 根本跟我也没有联络 但是就说 你看我在网络上挺锅 然后呢 跟这些关系一件说 我支持你 啪就给几百万 挺锅也是 现在发现挺锅的赚钱 高于了砸锅 因为他砸锅的人 像黄河边 从那个国安上拿钱 国安上领十万美元 最多给他五千美元 那都是他对得起你了 那么人家这个挺锅的呢 人想给就是 中间没有中间商 直接就给了 像台湾的一个商人 给了一个挺锅人士 直接就二话不说 一百万美元 说你就要挺锅 你不挺锅 我肯定告诉你 真是真的在挺锅 现在挺得很热烈 但我知道 你背后拿了一百万美元 这已经剩几个月以前了 从这点上看 郭宝胜是个低级骗子 太低级骗子 个烂人 太烂人了 这个这个 骗了点钱 搞成这样子 还现在还能和法官 律师出来神经病 我一会儿就会吹出去 这个袁建丁 袁建丁不吹牛吗 郭宝胜 袁建丁的案子 在这州已经立下来了 在州法院 已经指定了法官 吹呀 继续吹 袁建丁 你不是说郭宝胜 不是袁建丁赢了吗 不是拒绝了郭文贵立案吗 一会儿我就给你发出去 还有这个马可 这个马可 叫什么勇 真名叫什么勇 也给你加上了 马可 你继续吹 你把你那个什么举报郭文贵 还有别的东西一定留着 千万别扯 有种别乐 还有陈水炎 千万千万你别 我要移到加州去 我家在加州 你以为加州是你爹呀 你以为加州你就能赢啊 在美国这个国土上 没有一个法官 敢有窘向性的判案 一切都是靠设施 大陪审团不是法官说了算了 而且法官有很多监督机构 你们这种真的到了美国以后 口口声声喊着法制民主自由 你连个垃圾都不是 你以为在美国还搞那种蓝金黄 花钱买 还在国宝的时候呢 前总统 孙子 你这一计划 你就已经彻底完了 你试图操控司法 影响司法 你跟法官还没见面呢 你就把法官弄出来了 法官给亮照照相 法官跟你见面 开玩笑呢 法官要跟你见面 敢审案子 他得进多少年监狱啊 你去查查去 你说这帮战友们 你知道你们这回 最大的是海外的战友们 海外的华人们 能看清楚咱们中国人在海外的 这些骗子们的丑恶嘴脸 这种低机下流 这瞪眼撒谎 瞪眼撒谎 你看看这个博训 一会儿什么范冰冰 要搞正屁了 一会儿江泽民又死了 一会儿杨白眼敢枪了 谁谁谁又死了 你见他们说过真话吗 所以我跟这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 他所有人都在这个问题 他为什么你们中国人都应该知道 共产党说都是假的 为什么你们还信 他说你为什么海外那么多国家媒体 也有这些古巴呀 委内罗这些国家 他说人家有媒体在美国 但就你们中国媒体 没有真的 再有的时候 我也认识很多人 华人 包括中国现在最影响的 几个华人 人家说 人家国务院的人说 我们难道不说他是骗子吗 他天天就是搞这个骗子 那个袁建斌 说这个 上了美国之音 我怎么弄了 是傅希秋牧师 帮他弄过来的 现在袁建斌到处吹牛 说我给了傅希秋牧师十万美元 我帮我搞正辟 这话傅希秋牧师 你应该去问问这个袁建斌的说明说 我这全都有证据 甚至他说 他给很多人 这人都给我提供来了 是袁建斌到处说 我给傅希秋了十万美元 如果他给了傅希秋十万美元 傅希秋牧师在美国国务院说的话 都是假话 然后现在肯定的信息说 郭宝胜找这个法官这个律师 什么总统的孙子 总统的孙子 总统的孙子 上来了 然后说也是傅希秋牧师介绍的 你不觉得这是天下荒唐吗 所以说你说这个 咱去想一想啊 国内的国安的所有的朋友们啊 你们找高冰臣 姓无能的高冰臣 黄河边去砸锅 你们借着他的手 据我所知 你们贪污了最起码的几千万 几千万 几个人照顾他老娘 借机贪污钱 你们砸锅也砸 贪污是真 这个安全部要不整整 这安全部就绝对不安全 他让老百姓不安全 他让政府不安全 让国家不安全 这是肯定的 你说这 你说这人胆子有多大腐败 我再给你简单说 这是谁啊 这个刘乐伯 刘乐伯 刘乐伯呀 这个我的一个同学的 姨父 在大连 这个 就是现在 沈刘乐伯案子其中之人 之一 怎么着发生什么事情呢 刘乐伯现在被关在啊 这个 一个 一个无警管的地方 主要是三个大罪行 这个从营口到大连 就是一直是卖官卖官 就在公安上 警察上 派出所 这是卖官 这简直就是 就是正常的公开的 明满标准 他跟孙立军非常好 跟孟建柱非常好 要走了方正的案子 方正的案子到目前为止 我这一点上我得感谢共产党 政法委 还有中纪委 还有习近平书记啊 不是王岐山 不感谢孟建柱 我还真是感谢你们 我 我从最近 就是孟建柱不在以后 王岐山不在以后 有很多案子 我现在不方便说的 感觉到有一点真理 有一点点正事儿了 啥有正事儿的呢 有些事儿是真查了 就是说 方正有没有给刘乐伯钱 这事儿查了 一查刘乐伯被抓了 大家不要小看了刘乐伯被抓这件事情 刘乐伯被抓 他收了方正的钱 那么他又审郭文贵的案子 那这个案子还能公正吗 历史会给答案的 而且刘乐伯本身我才过去说过 李峰 刘建国 还有孟建柱 这都是一伙的孙力军 还有傅政华 所以你看这些人啊 大家可以看到刘乐伯的被抓 说明了个什么问题 这个国家已经 这个机制烂到家了 方正那么大的案子 那个魏蜂呢 还在里边抓的呢 魏欣 魏欣是就是 从过河南银机 叫李洪生 买了那个法拉利 送给了令计划的儿子 令计划的老婆 同时是这个北大方正的顾问 是魏欣和李友的好朋友 当时最想干到习近平的 那就是令家这一拨人吧 结果是 魏欣跟令家保持那么深厚的关系 撑到最后一分钟 是郭文贵和北大的PK 让魏欣暴露了 和令计划的关系 包括洗钱 结果呢 因为郭文贵的事情 魏欣被抓拆 令计划的事才暴露出来 结果咱们专业主席发现 郭文贵说的是真的 或者说他觉得胡扯的 就像马航式的建议 你这郭文贵白水跑火车 胡扯的 怎么可能魏欣跟令计划 令计划怎么会搭理他呀 法拉利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啊 最后发现 法拉利真的是李友和魏欣送的 是通过河南的银记的叫利洪神 利洪神 银记地产老板 然后送给了另一句话 那个法拉利造成中国政治的巨变 人家给动了手脚灭了 这是个天大的事 这些人在哪审呢 还有李力 那李力 李力当时跟北大王仁哥在那个 韭菜沟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们如果任何人看过成人片的人 那个假教你不能想到 那个假教有多可怕 俞力比那个假教过好几倍 它比我差两层楼 虽然酒在购酒店 酒在天堂酒店 那个歌音不太好 你也不能让我在楼下都听见 噶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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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噶呶噶噶噶噶 叫 叫得像什么 它不像叫叫床 它像那个山羊绵羊 煞羊的叫好 那很明顯 哪有這種叫床 還是這個聲音 直接是道踏咱咱發 沒有啊 鱸鱸鱸 這麼叫 那這明顯假的吧 結果王仁哥很詳重 我第二天為了開玩笑 我說余力啊 你真是你這 真是太煩了 裝啥裝啊 那傻的都聽出來 我說我也是男人 你怎麼能讓叫啊 他說你不知道 這 王教長就喜歡叫 一叫他就兴奋,他就力量大,必须叫 为此还专门练了一阵子 你说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北大的校长跟着郭文贵 跟着李友坐着专机 跑到韭菜天堂去叫床去 叫床之间还得练一练 结果这些人都不知道 全去了大连 都抓起来了 余力在里边照样还要化化妆 还给人家帮助这里边还送过爱马仕包呢 大连沈阳是谁天下 王恩哥的爹是沈阳军级原司令 是江泽民家的家友 所以王恩哥在江家就像一个儿子一样 这是你们查一查 上海大众集团当年做董事人是谁啊 王恩哥,江绵恒 那大众集团的董事 就有江绵恒和王恩哥啥关系 大家想想啥关系啊 人家王恩哥到美国来待了十五年 学物理的 物理军事物理科技的 那是独牛的物理学家 他老婆也是 他老婆也是军方的人 整个沈阳辽宁大连是人家天下 所以王恩哥为了保住自己 让江家孟建柱指定大连事 大连的刘乐国就接过来了 这回可发财了 是不是 得弄多少钱才没事 因为江家让孟建柱干的 让孙立军亲自监督 每个字每个卷宗都要经过审 这是为啥北大 你看看多不要脸啊 天天告我们审我们法院 我问问你三院的刘兵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还有这个专案主的人 郭文贵被骗走的十个亿算不算钱呢 我呢给北大的十个亿指明 你必须是建于 这个 宴什么堂啊 还有什么北大什么学校啊 都指定的 你啥也没有建 是不是那钱应该还给我们呢 那十亿钱还给我们 利息 按照你们的63的利息 这已经是五年了 四年半了五年了 那是多少钱了 二十个亿的利息了 二十个亿 十五亿的利息 你得还给我二十五亿啊 不算 北大不算 专案主的 大连国务法院的 直判郭文贵的 收郭文贵的 你看这个黑暗不黑暗 所以呢 这回刘乐国被抓 恰恰证明什么 就是王恩哥和江家 和孟建柱 和孙力军控制着 整个中国政法委系统 习近平主席以为自己 很伟大 说了话人家知情 那分分钟就给你运作了 说了意思的时候就给你运作了 直接都分配了大连去了 结果李友 李友在东莞酒店旁边 一个房间里的画和古董 就值六十亿 不压酒店 你说有多夸张 这个地方 这个酒店什么 去最多的啊 据我当时看到北京那个资料里面 就是财新的胡树立 你这个女人 这个胡植太坏了 这回我看刘强东又他出来了 这个只要是 这个富豪要被抢劫了 官员被干掉了 吐就来了 胡树立 只要胡树立出现 你知道 行了 王岐山出手了 孟建柱出手了 你们看着 只要胡树立一出来 你看着没有 证明了吧 证明了吧 刘强东惨着呢 胡树立的老板是谁呀 是黎瑞刚 黎瑞刚的老板是谁呀 在上海 上海又是谁呀 马云 又是江家 你说怎么这又能了 所以说你看看啊 余立一个 叫床那样的人 整过那么多人 还有那个 余立啊 现代版的潘金莲 在大连署 我没有说嘛 人家例如想吃啥吃啥 住在单独房间里边 公安局陪着吃 公安局吃啥他吃 想吃啥吃啥 那余立在里面就别提了 染指甲 染指甲 染脚指甲 你说那是什么概念呢 是在大连 刘乐国给这待遇 弄多少钱 所以说 我这个朋友跟我说 他说文贵啊 刘乐国说收到了方正的钱 原来你爆料我们也看 他说说实的话 你信 但是觉得 有点二胡 说有那么夸张吗 不可能吧 刘乐国这个人 失踪打交道 也贪 好色 他这个人吧 他说都这样也没像你那么夸张吗 但是这一上案子傻眼了 说刘乐国的钱 绝大多数都移到海外去了 刘乐国的这个小女人都移到海外去了 他说到现在为止 整个辽宁公检法领导都得保刘乐国 他说你想想想办刘乐国案子 我们都不是傻子 想审刘乐国怎么把刘乐国放在大连子 他说你想弄刘乐国就想把马建福部长弄到大连子 一定把刘乐国弄到别的地方去 他说让我们办案就是不要深挖到死为主 他说但是就这也就是吓死人了 刘乐国盘踞了几十年公检法 英口邦里边的其中一重要分子 大连人民多可怜啊 大家想想 李友的事情 现在刘乐国出来了 郭文贵的案子 那肯定是被冤枉的 他拿了他的钱了能对我好吗 那不可能啊 所以盘古这案子全是无限 全都是无限 大家都看明白了 其中一个办案人是特别特别善良的那个人啊 我们的团队家人回头说这个人挺好 但这个人呢因为刘乐国牵手也被抓了 也被抓了啊 这个人曾经啊给我们一个员工说过一句话 他说你们郭文贵老板是我们办案子当中对员工最好的 他说郭文贵的家人是我们见过老板的家人当中最谦虚的 再来他说你们的员工对老板是最忠诚的 他说这点你千万别怀疑我可以负责任告诉你 说你应该为你们老板自好 为你们的公司自好 然后呢带着我们的员工他亲自开的车到了酒店 洗完澡以后说我送你到机场 这位警察也被抓了啊 这位警察是有良知的 就是刘乐国被牵扯很多人被牵扯 这个人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告诉你 这个胡舒立和李友的关系 原来最早你们老板报的时候 我们以为你们老板瞎扯 他后来发现全是真的 所以说胡舒立啊胡舒立啊 这个胡舒立这个女人 这个知坏啊 胡舒立知恶 你能想象到吗 所以这回美国人明白了 林肯中心就在我背后 我今天你看到没有 对面就是中央公 就这就林肯中心 中央公园的对面 我指的地方就林肯中心 我昨天我问这几位美国前FBI官员 现在是律师给我工作的 前高官 我说你告诉我 你作为前FBI的高官 你称职不称职 你怎么不知道陈国庆在这他为什么要做林肯中心的 林肯中心的director 东西 美国人是谁叫他们决定 要取cancel这个 有意思吧战友们 如果在一年前我说这话 你们都觉得我胡说八道 放狗屁 放狗屁 这些呢大家都知道了 是不是 所有的战友们 然后呢这个 昨天这个开会的时候 这个 因为我们有个听证会 听证会 真好 这美国法律 我就不都说那真好 问的问题让我服气 这个官柜你说过吗 这个你说过这个时候啊 然后你作证你起发誓 然后怕你看一下行吗 你签字 然后非常客气 客气到不行 你发现在美国 在法庭是受客气的 中国的法庭 你看那一做装神弄鬼的 然后就像死了爹之在那块装 把人逼在那 整个郭文贵的案子 现在就美国有关了解我们的 这个案子的官员说 我们确实核实了 关于你郭文贵的案子 他们正在做什么 他们现在想做什么 他们说完全跟你说的是一样的 我说他们现在 在十月份以前 他们正想尽一切办法 在香港要坐实我们的案子 在大陆坐实我们的案子 想证明我有罪 在第三国证明我有罪 然后把我们的资产再进行 没收查封威胁 然后对我的家人进行打击 然后在政治上再继续造谣 然后合法的以国家的民意来对付我 他们说那你觉得中国会有正义吗 我今天肯定让战友们失望 我发的那一天我告诉他们 我说我最后一分钟 我会看到中国的正义的 我会看到我深信的 我说你会 昨天我特别明显 我说你看看大连的事情 刘乐国被抓就证明中国不仅仅都是黑吃黑 这个里面还是有些人 他还是有个机器存在的 我说你看我报的人 这叫孟建柱下台了 王岐山下台了 对吧 刘乐国被抓了 傅政华被刮刮挂起很快也会进去 孙力军也是被也没上升 哪有一个政法委书记秘书不上升的呀 没上升 很快也得进去 然后我说你再看看我报的这些人 几乎现在都在盘车队进去 我对这个国家不是没有希望的 我是有希望的 我说像王健被杀这个会 被杀这件事情 我说我最希望的事情是达到什么 让中国真正内幕自己查 我不去爆料 不要我爆料 我如果今天我得到中国政府说 郭文贵你不要不要再报了 你把你所有的证据你全给我 我马上给你们 我马上给你们 我再次在这从身 王健如果不是被谋杀的 我郭文贵我马上飞回北京 我像当着全天下人面说 我马上飞回北京 我要不飞回北京 我郭文贵他就是个畜生 他绝对是被谋杀的 被谋杀的 证据确凿不确凿 我可以告诉你 百分之百确凿 这就像一年前爆料 我给刘彦平 我给北京你们来谈的 我告诉你们非常清楚的话 我不想走向那一步 你们牛 回去 我们有什么要求的 不就是伤人吗 不就是流氓痞子吗 这么着 整了 所以说 家人员工 二进工三进工你整 我再说 郭气条其中一个 最重要的核心 不反国家 不反民族 不反习近平 2020年以前 绝不反习近平 2020年以后不一定 真不一定 这郭文贵 我想 所有的中国官员 听到我这个今天视频的 你们记住 我郭文贵跟你们相识到现在 我撒过一句话没有 我骗过你们一次没有 全是你们骗我 全是你们骗我 孙力军 在这个去年的9月9月初 还有这个6月份在这个 纽约在华盛顿的时候 还说呢 文贵 你娘 你爹就是我爹我娘 今年春节 我陪着老爹老娘去过去 老爹老娘有的病 你甭管 我去看 我娘都快 医院给黑死了 孙力军在哪了 孙力军 你要真孙力军 要是那天出现我娘的医院 我不知道 你说孙力军 你去帮我娘看病去了 不是误诊 把老太看回来了 孙力军 你牛了 郭文贵感动了 我为了我娘 我啥都可以放弃 除了喜马拉雅之外 我佩服你了 我不抱你孙力军了 我肯定这么做 不管谁骂我都这么做 这就是我郭文贵 敢去我敢回 你那儿呢 过年那儿 不去看我爹我娘去了 你不是我爹我娘就是你爹你娘吗 所以你说刘彦平书记 你都升官了 那刘彦平书记 你不是说你要去春节看我爹我娘吗 不要带我照顾我家人吗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会照顾家人 照顾员工 你照顾了吗 抓了抓判的判 半死不死的 所以说咱以礼负任 所以我说 我给这位美国朋友说 我为什么 我说王健的事情 他太大了 今天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你谁要敢说习近平知道严重性 王岐山知道严重 郭升坤的严重性 我告诉你我就配你 因为什么 中国就没有一件事是真的 怎么杀王健 谁可以跟你习近平 王岐山是给你这个郭升坤说真话 如果谁想着这个 谁是个猪脑子 王健你们杀王健你们到这个程度 现在王健的家人 香港房子也收了 纽约房子现期收了 然后在他家重兵铺镇 让田丁盯着人家家人 然后还布着其他人盯着他 为什么呀 王健的账号的钱 尊敬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们 如果你们脑子没有进屎的话 不要让你的下手去查王健的钱在哪 你应该找一个你绝对相信的人查 王健有钱在哪 他在他屎子前去哪了 如果你查不清这个 你听你下半段写报告 你就是个傻叉 我郭文贵现在多报你一条 多报两条 真的都不重要了 王健的死是被谋杀是百分之百 在我这个屋 还有在另外一个屋 多个部门就问 去调查的人 几个团队 你告诉我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百分之百被谋杀 法国的这位朋友 是法国资深的 有很可能是下一个法国领导人的人 飞到美国来 见了一个人说 他经过我的了解和断定 一定是被谋杀 王健的死 你想不说清楚可能吗 谁顶这个雷啊 你怎么向中国人民交代说 王健死了 这事就正常了 财新胡舒立 没到过现场 就知道人家腿疼死了 从来没有 王健没去过医院 结果就说去 在医院里边腿疼死了 然后说那小山姆 还冲了两三次 家人在场 人家家人就是在西雅图 到了纽约接了儿子 又飞过去的 你为什么撒谎 你为什么你中国政府派了几个人来 让这么多人把东西全销毁 为什么威胁那么多人 王健的死如果没人报 那是国家的悲哀 那是国家的悲哀 太多人 连中南根都会成为王健 所以任何人说 郭文贵没料了不报了 那就是你祖宗 你大爷出了问题了 你怎么是骡子干出来的 你这帮混蛋东西 郭文贵报的料 过去的料加在一起 任何一个零头 都是中国过去百年没发生的 黄河边你高冰沉 你是个性无能的东西 拿着老婆当生意 你天天靠砸锅弄点钱 还什么原见地 你个烂人 你在这你啊 脚子不洗 你还在这还反郭文贵 你说你们这帮人加一顿 郭寶上这个烂东西 你加一顿能干啥 天天你说 你们就像一帮流氓一样 趴着郭文贵的屁股上 找死吃 所以战友们 不要受这影响 有些战友给我发信息 我说实话 我有时候 我心里火下就上来了 但我就能忍下来 你看看郭先生 谁说这个时候的那个了 我很不舒服 为啥不舒服啊 我们干的这件事情 是前古古人 后无来者 我们就得接受人家的骂和批评 你连这都接受不了 你看我这事干啥 你待着呗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们明知他骂的是假的 说的是假的 他搅出来了 你干嘛受他影响啊 另外一个 这么长的 我已经抱着一两年的料了 还需要再评价吗 事实就可以了 用事实说话 对吧 这个盗国贼的行动 中共不就证明了我们爆料的结果吗 这不太简单的事情了吗 所以说战友们 不要因为小事忘了大局 不要因为一时的虚幻 忘掉了事实和真相 就像那天老领导发的这个报子 还有那个小鹿一样 我说老领导 你这所有的还在很低级 我不好意思说 这都在畜生道 那是什么 啥是动物世界 那叫畜生道 我说我们最近玩是人吧 在人间道 我说郭文贵的境界 已经到了神道了 替天行道 你给我玩热歌 还玩畜生道呢 这暴露了什么 我这位尊重的老领导 他骨子里边 就是畜生道的游戏规则 还给我发个小鹿 跟那个豹子 你开啥玩笑 你再好的豹子 一个正让人一枪 就把你给崩掉了 拿个麻烦针 就把你干掉了 你听说过人养豹子 听说豹子养人的吗 所以他的思维还在畜生道呢 你死我活 我活你死 然后干掉你 然后把你睡了 我就是赢家 那个动物世界 不就是为了生存而吃吗 吃而被吃吗 一轮回吗 那叫畜生道 都看畜生道 你还要人的道干嘛 你还要天道干嘛 人现在最高境界 人道 我们要人道 就不要乱杀人乱抓人 然后天道 我深信我文贵在祭天行命 所以老领导我发了信息 我还有两句话 我不好意思说 发照片 我给他发两个照片 他傻眼了 好久的时候他说 文贵这个事 开玩笑的 我马上过了 我不发 发那张照片 战友们都吓一大跳 什么叫人道 什么叫畜生道 什么叫天道 就这搞不清楚 还给我发那照片 这不正加暴露了你的层次吗 任何一个有宗教理想 一个有信仰的人 你去想想 啥时候还玩这个呢 所以为啥我跟这位美国朋友说 我说 如果中国政府 要调查这件事情 给我联系 我马上把所有今天一种信息 我绝不公开 全都给他们 包括现在 这位检察官写好的报告 我宣给他们 我说我一定等着 中国政府调查结果 中国政府说 这件事我们了解了 是 什么谁谁 田丁杀了他 孙景浩杀了他 知情者为周田田 目击者为福尔特 这个小伙子 另外一个警察 阿曼瑟 阿曼瑟 这个确实是证人 事故他们消费了证据 然后有高官在背后什么知道 或者说 背后支持者 陈峰啊 王健啊 孟建柱啊 孙立军 抓 结束 这事拉倒了 这事拉倒了 我愿意啊 我愿意啊 所以说你共产党 那天到时候说 郭文贵反政府 颠覆政府 你逼着我颠覆政府的 我没想颠覆政府 我不反国家 不反人民 不反习近平 是我的郭七条 不要造谣 我们的战友们 我们的同事们 家属们最近有些警察说 你们郭文贵 通缉犯 强奸犯 这个这个 颠覆国家 通缉犯 强奸犯 您按法律办嘛 你的法律很简单 经受第三方监督 你所有的盼 就是经第三方监督 比如最近在香港 他们最近弄我的资产 警察到大陆取证 起完证以后 把你的资产给你没收 然后呢 说你是串毛诈骗 我告诉你战友 你们记住我今天说的话 谁不难受 我 哪有不难受 不难受就是人吗 我的难受不一样告诉你们 就像我看到我爹我娘那样 看到我母亲 当一下子大小便失禁 我真的是 我能控制的时候 我控制不住 但我没必要到那里面哭 啊 感谢观看